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至两席这样子的结果怎么看 首先我们先评这个结果 当然很多很多人在嘲笑西蒙 尤其是嘲笑火箭 因为火箭的立场是最硬的 我的学姐她讲一席不让 然后很多西蒙的支持者都讲 一席都不让我们绝对一席都不可以让 我们基层联署基层发声 然后很多州议员很多领袖都出来这样子讲 所以很多人笑火箭 首先我第一个要讲的是 不应该笑火箭 也不应该笑西蒙 你可以笑这些人 但是他这个决定这个结果 其实并没有太难看 其实并没有太丢脸 我之前的分析 直播肯定还有在了 几个月前我就有讲 说一席不让的人是废的 土团在西蒙旗帜赢下的席位 一定会让给巫统 当然很多人说土团的席位让给巫统是很正常的 因为土团的席位是马来西 我们给巫统上就可以了 我说很正常不代表这个说法是对的 你回想一下 在马六甲周选 在柔佛周选的时候 当时还没有跟巫统合作 但是土团已经退出去了 我问大家 当时土团留下的这些席位 西蒙三党 有没有这么大度 这些本来都是土团的席位 这些是马来西 也不是我们的席 我们给慕大上吧 或者是我们 大家和平来分 有吗 我问大家有吗 大家回想一下 是不是为了这个土团的席位 争破头 甚至公开在媒体上喊话 公开在媒体上骂 对不对 你现在回想一下 跟巫统合作之后 土团的席位 马上很assily的 很steady的 大笔一挥 手一举 全部给巫统 你回想一下两三年前 自己的盟友合作几十年 然后一直坚定支持你 走开民派的 Muda 要一席都那么困难 可是你现在对巫统这么宽容 所以并不是说 土团的席位 一定给巫统就是对的 其实我认为 西蒙旗席剩下的席位 都不应该给巫统 其实我的看法 本来就是打三角战 打三角战是符合 最符合西蒙的利益的 但是西蒙他们根本不考虑 联合政府根本不考虑 这一个选项 他们说 我们不可以学 巫统跟回教党一样 联合作政府 然后周旋来打 这个样会使政府不稳定 可是他们忘记了 他们做联合政府 做了三年多 做到差不多要借满 才来大选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你看回 2022年的大选成绩 恰恰是因为有三角战 马来保守选票的分裂 他们没有集中 他们分裂 才造就了西蒙 可以赢下80多西 不然很多西都会输掉 文东会输掉 拉布会输掉 还有甚至在 Johor有一些席位 也会因此而失掉 所以这个才是对的策略 但很可惜他们 完全不考虑这一点 因为他们认为团结 高于一切 我们要宣示团结 我们不可以自乱争交 这一点对我来说 是错误的 对我来说是错误的 其实打三角战 是最好的 但是他们完全不考虑 这一点我讲过很多次了 所以最主要第一点 我还是要给大家知道 土团的席位是西蒙旗帜 赢下 他是用公正党的旗帜 不是用土团的旗帜 这些是西蒙的席位 其实这个席位应该分给 陈信党 公正党 马来人多数的席位 本来是有这两个党来上阵 之前也争到 你死我活 一席都不给 姆达 那现在 悟通你这么容易就给他 其实已经是优待了 但是在现在政府 他们要捧巫统 要壮大巫统 要给资源给巫统的情况之下 你不可能只叫巫统 在斯朗诺竞选四席 自选五席 在宾州只竞选两席三席 所以一定会给他席位 这是我很早就讲的 那土团席位一定会给他 所以我之前的分析 斯朗诺的时候 我直接讲 十席基本盘 然后我认为最合理的 其实是十五席 因为十五席 巫统才可以交代 他的席位不比行动党低 所以现在我进入第二点 我当时的分析就讲 十到十五席 十五席是巫统 影响力大胜 当时有谣传巫统 十七十八席 我讲没有 十七十八 我也认为太多 我觉得十五 对不对 大家记得的读 有发个五 我当时 我还很清楚记得 我有讲 如果只拿到十席 就表示西蒙很强势 土团的席位一定给他 如果在斯朗诺 只拿到十席就很强势 那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五就是巫统很强势 西蒙很丢念 那中间就是个人退一步 那现在十二席 是差不多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回到我刚才一开始讲的 像张导 他们一直在笑学姐 在笑这些人 其实老实讲 笑他们是应该 因为他们立场摆得太硬 这个第三点我讲 立场摆这样硬 是不应当的 第三点我才讲 但最主要第二点我要讲的是什么 第二点 突然想不想 第二点我要讲的是 你 让席给他 其实这个策略 让一至两席 已经是很好的结果 我之前预测 以巫统这样子强势 26个 国会议员可以拿到 6个部长 加 这个副首相 而且还是重要部长 三个半的重要部长职位 这样子来看 你在力捧他 这个是错误的事情 所以从这样子的标准 他应该会拿到15席 而且巫统可以交代 那现在他只拿到12席 其实很大程度 已经 显现出 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没有太过让力给巫统 没有太过把自己的底线 度让出去 所以 这个当然是不好的结果 像我刚才讲 其实你应该打三角战 但这个是不好中的好 就是西蒙至少不会这样 政府刚组成的时候 一力把利益归给 这个巫统 让他们吃最大的果子 然后自己宁愿 握心残胆 自己宁愿牺牲 行动党一直跟你讲牺牲 牲牲牲 你一直讲牺牲 其实跟马华有什么差别 马华之前就一直在跟你讲牺牲 我们为了里面有华人代表 所以这是错误的 那根据这个第二点 我们进入第三点 就是我为什么说 一定会浪袭 其实 你们去笑这些人 像张导 一直在铁粉学校 是应该笑 因为他们站得这么硬 但是我之前就有分析给大家 这些人其实是 自己骗自己 或者是在演戏 自己骗自己是真的相信 他不是演 他是真的相信 或者是他在演戏 要摆出立场 如此而已 但是只要你有详细分析 你就会知道 行动党是一定要浪袭的 西蒙是一定要浪袭的 尤其是行动党 你想一下公正党浪袭的 行动党可以不浪吗 就是这样子简单的道理 而且你凭什么认为 公正党可以浪 行动党不可以浪 对不对 那如果你坚定站稳 不只是行动党不可以浪 公正党也不可以浪 那你一开始就应该站稳 打三角战的立场 那凭什么我们之前 帮土团赢下的席位 土团用我们标志赢下的席位 我们之前争到头破血流的 现在一定要给乌头 对不对 所以这些人 其实他们在自相矛盾 他自己只是为了展现自己的 熊啾啾气昂昂的去讲这些话 很可能是他演戏 或者是他真的这样子认为 但是你从现实角度来看 必定要让席位给乌统 不然乌统竞选的席位太少 乌统没有利益 他是不可能跟你合作的 乌统跟你合作 唯一的原因是利益 我举过很多例子 像巴汉 巴汉州议席 州政府 西蒙早早就要跟你合作了 那为什么一直组成不了 政府拖了那么多天 原因就是 乌统在等 在等国盟的offer 只要你的offer 现在西蒙只要拿两个 行政议员职位 其他全部我们杀布达湾 即便 他也赢很多席位 那你能不能match 西蒙的 他跟国盟讲 你能不能匹配他们的offer 可以匹配我就跟你合作 可是国盟不愿意 国盟跟你讲 我的席位跟你一样多上 本来还比 乌统赢多一席的 后来 丢曼打平了 丢曼乌统赢多一席打平了 我的席位比你多 凭什么我要让你 你至少也给我 议长 或者是给我四五个 行政议员 可是乌统不接受 其实就是为了利益 所以如果不让席 你不给我部长 你不给我这些利益 那我凭什么 要来跟你合作 而且乌统 是不会屈居人下的政党 他是有很多军阀 很多这些 区部的领袖 每一个区部领袖 都是军阀 所组成的政党 他拿太少席位 他自己内部会先乱 所以老实讲 你问我这个十二席 包括Zafru 很多人问我 有独友来问我 Zafru为什么没有上阵 其中一个看点 我顺便在这里回答给他 Zafru没有上阵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争取上阵的席位 争取不到 他争取的是西蒙盈的席位 然后是在他活跃选区的席位 这样子才符合他走动的区 大家认识他胜算会高 然后西蒙的区胜算也是比较高的 巫统自己的区胜算是很低 因为也不是说胜算低 就是比较难胜 因为你要直接是面对国盟的强攻 巫统的席位 国盟就在强攻你 所以他要上阵 Zafru要上阵的席位 就是要有胜算 我再输 那他就要退出政坛 国你也输 州你也输 而且都是给你会赢的席位 力捧你的席位 你都输 所以他一定要死哪些位 那没有他属意的席位 他当然就只能摸摸鼻子 灰溜溜的走了 下一届大选 我们在全途重来 我现在已经是部长 但是他部长只剩三年 2025年年位 应该就到期了 2025年年位 所以就是这个原因 同样的努路伊萨 为什么没有上阵 昨天还没有宣布 努路伊萨没有上阵的时候 我在晚宴 就跟我红市的中长 前辈有分析 其实努路伊萨上阵 是绝对错误的 他赢 如果他上州议选 州议席他赢 你说努路伊萨 是不是一定是 这个副州 副首长的人选 因为现在 你看行动公正党 其实是没有一个 副首长的人选 你看现在提名的名单 全部马来同胞 几乎都被撤换 前首长也被撤换 所以资历最深 曾经做过宾州 主席的努路伊萨 曾经做过公正党副主席 是资历最深 最自然的领袖 但是努路伊萨 如果做宾州首长 这个对西蒙 对安华都是一个有冲击的事情 形象上不讨好 就像努路伊萨之前受委为财政部的顾问一样 被炮轰到体肤完肤 最后要辞职 所以他赢 如果不做首长 那他赢是没有意义的 他是全国级的领袖 做过副主席 做过宾州主席 你叫他屈居一个州议员 这个是不匹配他的身份 所以他赢 你要安排给他的职位 对党有伤害 你不安排给他又不对 那如果他输 努路伊萨就跟扎夫一样 国会也输 州也输 那你是不是要退出政坛 所以努路伊萨不上阵 其实是对他最好的情况 这个是我昨天就讲 当然现在讲有一点马后炮 我们有话直说 但是我的总长是可以见证的 昨天大概六七点的时候 公正党还没有宣布 他们就问我 我就直接这样分析给他们 当然你要说我马后炮 我也没有关系 我有意说意 而且你要知道 努路伊萨 如果他在威省上阵 比如他上 70%马来亚同胞的选区 就是本马当巴沃旗下的 其中一个州选区 他是本马当巴沃人 他之前是本马当巴沃的国会议员 所以他要上阵 应该是在本马当巴沃上 对不对 他在那边上阵的话 不容易赢 他之前的州议员 是 公正党级的行政议员 然后跟阿兹敏一起跳去 所以他在那边是有势力 而且70%的马来西位 然后努路伊萨 在那边又没有耕耘 又经常不在 经常在KL 有怨声载道 然后努路伊萨 也是一个标靶 他领导公正党 兵州 兵州公正党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争议 所以也会有扯后腿的先 所以也不是十拿九尾 如果他飞向过河 去巴亚巴鲁旗下的 州议席上 在那边比较容易赢 兵倒 华裔选民比较多 比较容易赢 可是这样子 就会被人耻笑 你自己的选区 你输了 你不敢上 现在要来抢我们的选区 第一 你也会面对扯后腿 第二 你会给人笑 你不是攻城略地 你是安华的女儿 所以安排一个安全区给你 所以你问我 他不要上阵 是最好的 情况就是如此 其实你等下一届 你还这么年轻 不需要这么的着急 这是我的看法 在这里 顺道分享给大家 所以分析了四点 最后一点要讲的 就是这些洗地人 其实讲了这么多 你们的立场 站得那么坚定 我一席不让 我们联署 我们给联合政府 给安华 给陆兆福 严正的声明 说行动党的选区 一席都不可以让出去 好 我respect你 你立场站得这么坚定 你敢讲 very good 那现在 安华已经让出去了 陆兆福也讲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让 然后 雪兰儿州联委会 黄思汉也站出来讲 我们没有说我们要让 为什么突然要让 那陆兆福讲 是安华决定的 这个我之前就分享给大家 是安华跟Zahid决定 所以陆兆福 在马华没有说 自己不上阵之前 陆兆福说 我的周一席 会不会交给国阵上 我不知道 要由安华来决定 直到马华说 我不上阵了 陆兆福才讲 确认由我上 因为没有人跟他争了 就是如此的情况 最后拍板的是 安华跟Zahid 你真的认为 安华会 全心全意 捍卫 你 行动党的利益 你看一下 2022年周旋 看一下 各种争议 争首长 争大臣的争议 标志的争议 争席位的争议 解散州议会的争议 安华哪一次是 顾及行动党的利益 你就知道 这是天方夜谭 所以 安华会做出这个决定 是不意外的 所以我一直都说 行动党要让息 是很正常的事情 现在只让一息 一两息 其实就是 很不错的成绩了 只是这些洗地人 这些把立场 占得很坚定的人 这个就是我要讲的第五点 这些人 他现在面对一个灵魂拷问 这个灵魂拷问就是 你之前立场站得这么坚定 这个是你的原则 你的底线 你说一息都不可以让 你声嘶力竭的喊 摇旗呐喊的喊 那现在 你的领袖 做出了一个违反 你所捍卫的 这个底线 你所捍卫的这个原则 就是叫行动党 让息了 那这些 大喊 我的原则 我的底线 我们一息不让的人 你的立场是什么 你看这个灵魂拷问 就可以显现出 洗地人是没有立场的 因为他们 我告诉你 这些人他会怎样子讲 大局为重 党既然做了决定了 我们就拥护党的决定 所以如果你这样子讲 拥护党的决定 那你之前喊来这么多 你喊到大大声 各种各样的喊话 各种各样的立场 那不是拿来吹的 拿来讲爽的 所以就证明你没有立场 你的立场就是跟党的立场 所以你讲到多冠冕堂皇 讲到多有原则 讲到多有理由 党说no就是no 所以没有底线 这就是我一直常说的 没有底线 但是我告诉你 洗地人会怎样跟你讲 他说 我们确实是不能接受 可是现在只一息 一息已经顾及我们的颜面了 我们一人退一步 他会跟你这样子讲 可是他忘记了 他讲的是一息不让 一息不让 所以其实最主要 这个决定 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差 我有一说一 联合政府 让一息两息给巫统 包括 Negles & Milan 现在让多一息 其实是不应该让 我真的觉得不应该 为什么你要 把自己胜选的席位 给对方 其实土团的席位 也不应该让 我刚才已经讲了 但是在团结政府 他们现在的理念之下 觉得要巫统 帮他来拿马来票 然后他们要去 晋升保守的马来选票 所以他们要让巫统 好看一点 他们必然会让席 所以在Negles & Milan 他已经本来有 15席加国大党一席 你不是佛祖 佛祖是牺牲自己 成就大爱 你政治是竞争 而且巫统是你的敌人 你现在把他当成好朋友 这个是不应当的事情 但是在联合政府 现在这个歪了的路线之下 他们必然会让 所以讲真的 让一两席 我觉得是不太难看 也不太丢脸的一个决定 但是对于这些洗地人 对于这些曾经声嘶力竭 喊一席不让的人 就暴露出自己没有底线的情况 你敢喊吗 让给巫统的席位 我们不帮你助选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席位 不应该让 敢吗 这些洗地人 敢吗 我不帮你助选 或者是炮轰行动党领袖 你出卖我们的利益 我们已经讲一席不让了 路造福你没有据理力争 我们要路造福出来道歉 然后跟安华 叫安华收回成命 如果你敢这样子做 我respect你 你不是洗地 你有坚持自己的原则 坚持自己的底线 但是敢吗 这个就是灵魂拷问 所以其实你可以笑这些人 他们其实把话说得太硬 说得太硬 一可能是天真 就是他们是真的相信 第二 自欺欺人 自欺欺人 你自欺欺人的人 接下来他就会跟你洗地 哎呀 已经一人让一步了 这个是很好的成绩 我们不要再骂了 我们最重要是不要给回教党赢 你看 这个不就是所谓的大局论吗 只要用这个大局 我们什么底线都没有 席位也可以让 所以最主要还是这一点 所以这个巫统西蒙州获得让息一至两席的就分享到这里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也已经两个小时了 我们今天就没有彩蛋了 也今天也不做拆书页了 因为也很忙也很累 所以今天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看到周莲穷大哥 以前我一位 你看我 你问周莲穷大哥 以前我骂马华骂得多么凶 但是我跟周莲穷大哥是brother来的 我们一起喝酒 我们喝酒的时候不讲政治 就是如此的情况 因为我骂 我不是讨厌马华 我是希望马华好 一样的道理 我一直都讲马华不应该是 周莲穷大哥是我很respect的一位大哥 他跟我也是有一说一的 也教会我很多事情 但是他也从来不会干涉我的立场 这个就是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我什么政党都骂 但是我很多朋友 但是有一些洗地者 他们的领袖不会骂我 因为他们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是希望走对的路线 他们也知道 其实路线是这样子是不对的 可是必须要妥协 必须要协商 可是他们基层的人就要党同法医 像我之前讲的投名状的故事 要让上层青睐我 要让上层会忠用我 我就要努力一点 要表现得自己忠诚 其实全部都是利益为导向 就是如此而已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也有一点累 也有一点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